5月25日 罗云熙县市上海出席某品牌活动 当天她身穿白衬衣 搭配黑色休闲裤 显得风度翩翩帅气十足 罗云熙外形阳光帅气 而且亲和力十足 近年来罗云熙也是从法医到耳科医生忙不停 不知道是否对医生这类角色情有独钟呢 真的我和医生这类角色 应该说是还蛮有缘分的 就是好几部作品都跟医生这个职业有关 所以说确实是还挺有 挺情有独钟的 曾在电视剧《何以生香莫》中 饰演少年何以琛与赵莫生的 罗云熙和吴建两人 不仅拥有高颜值 更拥有高人气 这对影幕CP也是神入人心 2016年他们携手合作的古装剧《上古情歌》 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时隔多年再次合作 不知道两人的默契有没有上升呢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一名 与世无争 喜欢羊草养花的这样子的一名黄子 对 他就是温文儒雅 然后很知书达理这么样的 很有书生气的一个人 就是我发现我们俩在 就是时隔几年之后 然后再次合作的时候 确实有了不一样的默契吧 然后就是合作得非常愉快 有同样 融化美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